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现在准备去医院了 好紧张 这鼻子马上就不能再这样了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医院了 然后刚刚跟我妈妈从11点从苏州出发 然后现在已经12点半了 然后这是我现在自己的鼻子 很宽 然后很烫 然后这是受脸针的后蚁针 有点脆 我现在已经把脸洗好 然后换好兵号服了 这个兵号服好小啊 刚刚那个护士进来给我把鼻毛给刮了 我现在就要等医生过来 然后给我划脸上的线 可能待会你们看到我的时候 就已经是肿成猪头了 我现在已经麻醉醒过来了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猪头 其实我鼻子和这里都不疼 真的是我的胸口 刚刚我就咳了一下 然后好痛哦 啊 我的胸口好痛 不知道明天起床会不会更重 现在是几点 9点半吧 9点40分 然后我是2点10分进去做手术的 6点50分左右出来的 然后后来就一直躺在这里 等一下10点多就可以吃饭了 吃完饭就睡觉 希望明天变成猪头哦 耶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第二天 其实我觉得整体跟昨天差不多 因为我睡的有点热 所以脸有点红 还要给大家看一下第二天的鼻子 今天我会把那个导尿管给拔了 然后可以下床走走 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受 这是第二天的下午 我现在这样子走路的话 其实还好 就是深呼吸会有点痛 其实我现在这个脸这边是麻麻的 老妈我现在像猪八戒 还是像那个新疆人 像猪头犀 现在已经快11点多了 我准备睡觉了 刚才护士姐姐进来 问我要不要打止疼药 我还说不需要 然后她说那可能你半夜会痛死 然后我说那就推吧 哈哈哈哈 这个头套开始痒了 说实话真的不是很痛 没有想的痛 拜拜 现在是第三天的早上六点 我被痛醒了 好痛哦 这是我正常的睡觉 然后本来往这睡 然后想移到这个时候就会拉扯到 然后妈妈帮我把床摇起来了 我坐着也痛 我跟妈妈现在坐车回家了 把我的纱布包拿走了以后 感觉好像脸没有那么的大了 嗨 现在我已经在自己家了 这是我的狗子 我的狗子不能接触到我的鼻子 好押韵哦 这是我的狗子 狗子不能碰到我的鼻子 又又又又 没有流鼻水了 看到了吗 经营的母猪 胸口好痛哦 动一下就痛 今天是第四天 然后我跟妈妈来给十六喂饭 因为做了这个鼻子的手术 所以不能跟猫太过于亲密 其实今天第四天我已经削很多的肿了 因为戴了这个头套 所以肉骨在这儿 我现在准备走了 你只能自身自灭了十六 水也给你弄好了 饭也弄好了 你自身自灭啊 晚晚就不监督你了 你要在家好好学习 不要一天大碗就只知道完 今天是第五天 然后今天是大年三水 我们现在在吃年月饭呢 我感觉今天削了很多的肿 但是我的后脑勺特别的疼 所以妈妈给我垫了一个毛巾在那里 看一下 新年快乐 嗨 今天是第六天 就是年初一 然后我现在准备换衣服跟妈妈爸爸去看那个喜剧之王了 然后真好把这个给大家记录一下 我想把这个摘下来 这个勒的你看 都出印痕了 真的很疼 看鼻子也消肿了很多 这边也很干净 然后每天就是这样让它舒缓一下 我现在就是已经第六天了嘛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鼻水依然还是在流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 这个角度这个鼻子真好看 好了 我现在又要把这个头套给戴上去 然后准备出门了 刚才忘记说了 我差不多是从昨天开始 所有的伤口 鼻子这里 然后包括胸口那边 就开始有点痒 就是可能是在长伤口了吧 好了不说了我要迟到了 哈喽 不是我鼻子又出问题了 是因为我现在准备去洗头 因为我头发太油了 然后明天要出去 然后想给你们看一下 我上次和这次洗头的时候 都把自己包成了像个傻子一样 就特别的搞笑 现在呢是第八天 原本今天我应该按道理来说是去拆线的 但是因为现在是年初三 然后医院放假 所以我要等到明天才能拆线 然后我的面罩的话 是戴七天之后 只需要戴晚上就行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把它摘下来一划划 然后这是现在第八天的样子 我今天来这边拆线了 然后我现在的鼻子 第一次见人有点不好意思 感觉有点像老外的 然后我刚拆线的时候特别的疼 而且我这有一点点发红 然后医生让我再观察一下 今天呢是2月17号 然后已经是我做完手术的第17天了 本来呢我14号就应该来上海做 把那个鼻夹给拿出来 但是那天就有工作嘛 所以我就今天周末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鼻子是长这样的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太尖了 我不知道把鼻夹拿出来会不会有点改善 所以我今天还蛮期待的 然后现在是2点钟左右吧下午 我还约了下午5点半回去苏州做指甲 所以我们得要速战速决 我现在呢已经把鼻夹板给拆出来了 然后刚才拆的时候医生说 这个地方有一块凸出来的 让我去找医生复拆一下 其实刚才拆的时候呢 我觉得没有拆线那么痛 但是他拿出来那块板真的好大一块 而且很脏 然后拆完之后我现在呼吸很通畅 之前都是很多鼻涕的 现在就很通畅 医生说是要等三天不能进水之后 就可以正常的进水啊干嘛干嘛的了 我暂时觉得拿掉以后好像也没有特别大变化 但是好像是没有之前那么的翘了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去二楼看一下 这块肉到底是个啥 我现在呢已经看完医生了 医生说我那个鼻孔里面的那个肉呢 就是因为我伤口没有愈合好 就是之前的鼻涕太多了 然后给我配了药 本来他给我的一个方案是 让我不打麻醉给我缝一针 我觉得有点疼 我不想弄 然后他说那你就用那个他给我配的药去擦 然后每天要擦三次 然后我说行 只要不疼我都可以接受 后来呢我有问他为什么我的鼻头有一点点的高 然后他说因为伤口在愈合的过程中 他会出现增深 所以呢就在我鼻子上面贴了几道这个3M胶布 前两个礼拜他说我每天都要贴 这样子有一个力 有一个力把它这样压下去就不会那么的高了 所以为了让我更好看 我以后可能每天都会贴着它 所以我现在呢就只能这个样子出门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欣欣 其实在做完这个鼻子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吧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真的是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来问我关于这个鼻子啊 不管是在评论私信还是直播当中都有人问 而且是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问 所以呢我就总结了一下你们的问题 想说在这条视频的最后来统一的回复一下 做的是叫做半类骨鼻 那所谓半类骨鼻呢就是一半用的是人工材料 一半用的是自己的一个肋软骨 像我的话呢就是鼻梁选用的是硅胶的一个材质 然后我的鼻尖就是鼻小柱吧 这一段呢是用的这个字体的肋软骨 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全肋软骨呢 是因为医生当时跟我说如果我选择了全肋 可能在半年或者大半年的时间 这个鼻梁这块可能会有点移位或者是戳破 所以可能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手术 那半类的话呢也是最安全 然后最就是暂时用的人最多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半类软骨鼻 我去做这个鼻子呢就为了取悦我自己 我刚才呢也说了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朝天鼻嘛 所以我觉得它既然改善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 那它就是成功的更何况我自身啊还是对这个鼻子非常满意的 不管是从正面看也好还是侧面看也好 我觉得都不是那种很假的网红鼻 而且我在术前啊也跟医生反复的沟通了非常多次 到底适不适合我喜欢的那种鼻子之后 然后我才决定做的 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想要去做鼻子的人 你们不要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自己满意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你们实在是太不关心我了 我每天都会发视频 每天都会发动态 你们就去翻啊 我到底恢复了多久吗对不对 我自己算了一下呢 差不多也就是两三个礼拜就已经恢复到这个程度了 时间越久之后呢 这个鼻头啊就鼻小猪这段是有往回缩的 我是觉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好看了 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在视频里面我说了我的鼻子有增生的 所以你们如果做手术的话 记得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卫生 其实现在呢我已经做了快一个半月了嘛 其实这边的刀疤还是在的 不要看我的鼻孔啊对不对 所以呢恢复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千万不要心急啊 你看我现在就一点都不着急它有没有恢复好 对不对时间嘛慢慢的就会好看啦 那暂时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几个问题了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疑惑或者想了解的东西呢 就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如果问题很多的话呢 我会再拍摄一条视频来给你们回答 在这条视频的最后呢我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 就是整容啊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听取自己新生之后的一个决定 你千万不要去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因为你如果自己没有主见什么都是听别人的话 那你这个整你整完之后 人家还会有人来挑刺 不管你整一百遍还是一千遍 永远都有那么几个人不喜欢 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 所以呢你只要满足一个人就好了 那就是你自己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那今天就知道阿玛基罗 我是那部客人的美妆博主 只多新闻吧 哎呀